此爆出详心恋后 浩角响起首度合体先生 举办道歉记者会 其家详速度道歉与鞠躬 甚至一度哽咽 而浩子则透露 阿翔的妻子Grace 曾传简讯给他 首先再一次的 跟我的老婆小孩 说声对不起 还有我的家人爸妈 一直支持我的朋友 还有我的搭档浩子 说声对不起 真的很抱歉 让大家失望 这些日子很难熬 这是非常严重道道的错 身边朋友的打气 我也都银记在心 最感谢的 就是我的老婆 她愿意陪着我 走这一段 非常艰辛 非常难熬的日子 我的老婆 小孩 是我这一辈子 最大的责任 是我的承诺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会加倍努力 守护他们 不让他们再受伤害 永远在一起 这些日子 谢谢大家的关心 谢谢大家 到目前为止 已经完全没有联络 现在最重要的 是鼓好我自己的家庭 工作上面的 安排 全部有劳公司 帮我们做处理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 顾好我自己的家庭 弥补我的家庭 那些人是在一起什么 我觉得 在一起 很短 不管是长或短 他们 就是 错误 十几年来的工作默契 十几年来如此的熟悉 这一个多月 发生了辩子 是我没有拿捏好 好朋友之间 应有的分级 再次跟大家 道歉 对不起 老婆私底下是怎么跟你学的 我非常谢谢老婆 在这段日子 愿意陪我这样走下去 愿意陪帮我度过这 艰难的时刻 她想要对我说的话 都写在 这一篇文章上面 其实 事情发生以后 Grace她有 传简讯给我 我问为什么 那女孩传简讯给我 她说 阿翔现在很不好 拜托你帮我鼓励一下她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 Grace 辛苦你了 我们大家都很心疼你 身为阿翔 拍檔的我 还有身为谢欣 师兄的我 他们犯错 等于我犯错 我在这边 要很尊重的 跟大家说一句 对不起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 我接到我妈妈的电话 她就跟我说 阿浩子 阿翔 发生这件事 你不是这样看人们不会去 你知道吗 你要对阿翔更好 也要对社心更好 你们两个 不能这样贴散 要继续合同 我很感谢我妈妈在这么艰困的时候 打这一通电话给我 然后号角响起 也不会因为这样而解散 最后我想要再郑重 我没有奢求大家的原谅 我只希望你们有听到这句很真心诚意的对不起 对不起 虽然表明号角响起不会解散 但公司同时又发出声明 阿翔与谢欣两人即刻起 无限期停工 时代创意郑重宣布 公司旗下艺人 阿翔 谢欣 即日起 两人演艺工作全面停工 各自反省检讨 再次向社会大众表达我最深的歉意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想他们可能心情上 还有很大需要调整的地方 等他们恢复之后我们再说 谢谢你们来开机会吗 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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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